我们上几部影片看过Percentron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介绍什么东西叫做感知器的原理 然后我们也用物件导向的方式 去把演算法的概念把它写成程式 顺便还写了一个画图的方讯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前几部影片所做的事情 但是这个Percentron它有一个麻烦的地方 也就是说今天假如它是线性可分的话 也就是说这些点假如是线性可分 我记得前面有一个图 就是有关于是不是线性可分 假如说这些点是线性可分 换句话说就是一个线性 不管是一条线或一个平面 就可以把这两堆data分得很干净的话 则感知器的演算法最后一定会停下来 停下来之后就是可以把这两堆分得很干净 可是假如说这些点它没有办法线性可分的话 那事实上感知器是永远停不下来的 因为它永远会有点被分类错误 也就是说你今天没有办法用一条线 把这两堆分得很干净 然后我们知道Percentron其实又是 每个点抓进来 那看有没有被分类错误 有被分类错误的话 我们就会去更新参数 但是因为这不是一条直线 就可以把两堆data分得很干净 所以一定有某些点被分类错误 所以感知器事实上它的演算法 是都停不下来的 它事实上是完全停不下来的 好那这个感觉起来好像不是很好 所以就有人在提出另外一个演算法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介绍的 适应性的线性神经元 那英文叫做Adaptive Linear Neurals 好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它就是跟Percentron 有点不大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引进了一个东西叫做Cost Function 然后它就打算让Cost Function 就是成本函数就越小越好 越小越好 那这个Cost Function当初它在定义的时候 其实定义的就很像是最小平方法的概念 也就是说它在这边Cost Function 它就定义说是我们的所有的样本点 然后每个样本点 事实上你都有自己的标准答案 也就是Y 然后你再剪掉Y hat Y hat事实上就是今天这个模型 帮你估计出来的Y值 然后就把它平方之后加总 它就把这东西叫做Cost Function 好那它引进了一个这样子的Function 那试图让这个值越小越好 也就是说我们试图让估计出来的参数 然后估计出来之后 那尽量的能够让这个成本函数越小越好 那当然越小越好的概念就是说 可能就整体来讲 那大家的标准答案跟被估计出来的Y值 就会还蛮接近的 可是你会发现说这个东西不就是什么 不就是我们在统计学里面所学到的 那个最小平方法所要极小化的目标函数吗 那我们来回忆一下最小平方法呢 其实就是我们就每一个点的Y值减掉 这个模型估计出来的Y hat 然后这个东西我们通常把它叫做A row 那我们就把A row平方之后 把所有的样本点的A row平方之后加总 那我们就试图去minimark这一项东西 所以其实因为这边要介绍的 这个适应性的线性神经元 它用了一个Cost Function 而这个Cost Function 基本上跟最小平方法 所定义的要去极小化的目标函数 其实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老实说从现在的眼观来讲 我会觉得说这种适应性的线性神经元的这种做法 基本上就是用最小平方法 想要去配置现在的X跟Y 那你会听到这边就说 那最小平方法不是通常都是用在Y是连续的变数吗 例如说Y可能是温度可能是锁的等等 但是我们现在的Y其实是一个间断变数 现在的Y不是负1就是正1 因为我们抓了两朵花出来 所以这两朵花有一朵花 我们就把它标注是负1 另外一种花就是把它标注是正1 所以我们现在的Y其实是一个间断变数 那间断变数是不是适合用最小平方法来做 其实是不大好的 因为它会有一些的问题 但不管怎样 在1960年代的时候 就有学者就提出这样的方式来做了 不过你要说它跟最小平方法 是完全一样的也不禁染 因为最小平方法基本上 我们知道这个Y里面其实就是有一个线性的模型 所以这里面可能就有一些什么 就有一些需要估计的参数 例如说就是每个解释变数前面 所成的那个Beta0Beta0 hat 或是Beta1 hat等等 好所以其实你就是借由去调整Beta0 hat Beta1 hat的使得这个数可以达到 这个方式可以达到最小 基本上这样的函数它是还蛮容易去微分的 所以你今天假如说你就对这个Beta0 beta1去做微分的话 那这个还蛮容易去微分的 那今天你假如说你这个都是我们很熟悉的那种最小平方法的话 那事实上这个Beta需要估计的这个东西 假如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向量的话 其实这个Closeform是存在的 是存在的 那什么叫Closeform呢 就是说你在数学上真的可以去推导一个公式 然后就是说这些需要被估计的参数 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 那只要你就把你所收集到的每个样本的S跟Y 丢进去这个参数里面 就一下子就可以把这个Beta hat就把它给算出来了 所以其实最小平方法它是有一个Closeform 它有Closeform 那你只要今天带这个Closeform的话 其实很容易就把每个解释变数前面要 前面相乘的那个系数就估计出来 同时你也可以把这个所谓的损失函数 或者是我们要极小化目标函数的值 就很容易的算出来 但是在1960年代提出这个适应性的线性神经元 其实它并不是直接去带这个最小平方法的公式 的Closeform 它是用一种叫做T度下降的方式 然后先给这个Beta hat一个起始值 然后利用T度下降的方式 慢慢想要去逼近整个目标函数极小的那一点 所以它就会用一种东西叫做T度下降的方法 来做这一件事情 当然T度下降的方法你可以把它想成 它就是有一个起始点 就是那些要被估计的参数有个起始点 然后我们就是每次每次就去变更 我们这个估计出来的参数 所以你大致也可以把它想成 它好像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 学习的过程 当然有些人会说到底这个 这个小平方法类似这种东西 到底是不是机器学习 它到底有没有在学习 因为它不就是有一个Closeform 直接带进去不就好了吗 但是假如说你从我们今天 并不是一下子去带这个Beta0的Closeform 而是我们先给这个Beta的参数 一个随机的数字 然后用一种演算法 慢慢去逼近这个Beta hat的结果 你大致也可以把它想成 这个机器好像有在学某些东西 所以总而言之我个人的想法 就是说这篇paper基本上用现在的眼光来看 它就是用一种所谓的T度下降的方式 然后在某个损失函数之下 想要去把要估计的参数把它给估计出完 然后希望今天就整体来讲 每一个估计出来的Y值 跟它真正标准答案的Y 其实是会非常接近的 但是这种学习的方式 它用了T度下降的方式 终究会渐渐的往我们所熟悉的 最小平方法的那个点去逼近 假如说你今天学习的时候 不要学习的太糟 那学习数量不要定得太大 然后让它慢慢接近的话 终究最后会converge到 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最小平方法的结果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那当然今天Y是间断变数 适不适合用最小平方法来做 其实见仁见智 那当然事实上是不大好的 因为它有一些的问题 那包括可能收敛的时候 比较难训练 然后还有就是训练的时候比较难训练 这个东西跟这个损失函数的形状有点关系 那再来就是有时候你今天Y是-1或正1 可是你真的就去用对小平方法去估计的时候 那有时候你新加了一个样本点进来 那样本点可能表现很良好 换句话说它其实是被很正确的分类的 所以理论上你训练出来的这个参数 不应该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你假如说真的用最小平方法去做的话 那今天即使加进一个被正确分类 或者是表现良好的点的话 它还是会大幅的去变动你所估计出来的参数值 那这个其实听起来有点荒谬 那你可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例如说今天你这个地方 假如是Z子好了 然后你就说Y有可能是1有可能是-1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用0跟1 不过在这个percentral里面 用-1跟正1的确有它的好处 因为有时候理论上数学公式写起来会蛮简洁的 因为你就把它乘以一个Y 那Y实际上就是每个点的标准答案 所以感觉上就是要么乘以1要么乘以-1 所以数学上写起来是会非常的简洁的 好那我们就假设今天你就是抽到了一些样本 所以今天假如Z子比较大话 我们发现这对样本其实都是正1 然后Z子假如比较小的话 我们发现这对样本其实都是-1 那事实上这个东西这些data还表现得蛮良好的 那假设你是用最小平方码去估计的话 那你可能就会说好吧我就得到一条线 那长成这个样子就很能够适切的去描述这些线 好那这时候假如说我们又有一个新的样本进来 那例如说新的样本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样本它的Z子很大 而且它的标准答案就是正1 所以其实它假如放进来的时候 它应该可以放下说它表现得非常良好 因为它的Z很大 而且它又是正1 所以基本上假如把它加进来的话 不应该去影响到 我们现在所估计出来的这条线的参数 因为它在我们这条线的参数之下 它应该可以被很好解释 可是你假如说你今天是用最小平方码来做的话 你就发现说当你今天加进一个点进来的时候 那因为它要去配置每一个点到这条线的距离平方 加总是最小的 所以你今天可能加进一个表现很良好的点 结果新配置出来的线因为要去fit这个点 所以新配置出来的线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平一点 变得比较平一点 那你就会觉得这样有点荒谬 因为加进来这个点根本就表现得很好 所以它今天应该你的分类器只要训练得很好的话 那其实这个点不应该影响你这个分类器的参数 但是假如说你今天就是用一条直线去配置这种Y是间断变数的话 那其实今天你加进一个表现良好的点进来的话 它还是会让你的结局跟协议做某些改变 那听起来是有点不大好 所以通常Y角是间断变数的话 其实用最小平方来做 概念上不是很好 就包括我刚所说的原因 那另外一个就是 今天你假如Y是间断变数的话 那用这样子的损失函数去做T度下降会有一些的问题 那在李鸿宜老师的投影片里面有讲 我等一下去找一下连结给你们看 但是不管怎样 那我们现在就介绍一下在1960年所提出来的这一个适应性的线性神经元 那你听了我刚刚的讲解之后 大概就知道说基本上它就是用T度下降的方式 再加上一个损失函数 然后希望去慢慢学习到这些W或我刚刚所写的BetaHat 使得这个损失函数的值可以越来越小 那假如说你学习的还不错 如果花家说他有慢慢在学习 慢慢使得这一个损失函数的值下降的话 那终究就会收敛到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碎角平方法 所带进去那个Close form的结果 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里有两个图 我们就很快的看一下 那上面这是Percentual 是我们之前所讲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解释变数 那有E 这个E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加进一个Bi 而是一个结局向进来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本来是没有结局向之下 我们要把算出来的值大于Z 大于Z 才给它正1的值 但是我们只要加进结局向进来之后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整个值算出来之后 大于0就赋予它正1的值 那这个我们之前的影片都说过 这边就不再重述了 其实我有把上一部影片的写的白板 把它给留下来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本来 Z是长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说今天Z大于θ 我们就负予它正1的值 那小于θ 就负予它负1的值 但是这个θ是多少 我们也不晓得 所以我们就加上一个结局向 那这样子的话 θ就让极其去估计 所以我们整条式子 就可以变成说Z角大概等于0 我们就可以赋予它正1的值 那反之就赋予它负1的值 好这个我们之前也都说过了 所以我们说percentual 其实就是把每个解释变数 乘以前面都有一个系数 那乘起来之后 我们就把它summation 那我们就说这个summation 我们就大于0的话 我们就负予它正1 那小于0的话 我们就负予它负1 所以这个summation 通常就叫做net input function 在我们上次写的程式里面 我们就把它叫做net input function 然后这一个东西就叫做share hold function 就好像是一个门拔或门槛的function 一样 好所以每个点 经过我们这个演算法之后 我们都会负予它1或正1 可是每个点本来它有它的标准答案 是1或负1 所以我们就是看看 假如说issue的把每个点抓进来 发现这个点在我们现在估计出来的 这个w里面 被分类错误的话 则我们就得到一个error 那我们就必须要回去 去修正我们的估计出来的w 那你会说 这边难道我们不能去定义一个 类似cost function的东西 然后希望使得cost function极小化吗 例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我们cost function可以定义成什么 可以定义成说 今天我们就把100个点放进来 然后估计错误到底是有几个点 然后我们就希望我们的目标 就是就长成这样 然后去极小化这个目标函数 就是极小化估计错误的个数 难道不能这么做吗 那当然或许可以 但是你知道那个目标函数是没办法为分的 没办法为分就很难搞了 所以在percentrum里面 通常我们就没有去定义一个 类似损失函数的东西 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概念就是 我今天要去看你到底 这个点有没有被分类错误 那假如说你定义一个损失函数叫做 我一轮进来里面到底有多少点被分类错误的话 然后我要去极小化这个目标函数 其实这个函数是没办法为分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介绍的 这个适应性的线性神经元 它的左边也是一样 我们有一大堆的解释变数 然后每个解释变数前面都成一个细数 然后把它做线性加总起来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Net Input Function 好那这边我们会经过一个激活的函数 这个激活函数 经过激活函数之后我们就得到一个结果 那在这边的激活函数 我们就是把它定义成是一个线性的激活函数 那什么叫线性激活函数 白话来讲就是你现在丢什么东西进来 经过这个激活函数之后 所得到的就是你自己 因为它是一条45度线 所以你今天S丢3进来 得到的Y值就是3 S丢5进来得到Y值就是5 所以一个线性激活函数 基本上就是你把一堆东西丢进来 结果出去的结果就是跟你刚刚丢进来的东西 是完全一样的 那你会说那干嘛这样 既然是一样的话 干嘛多此一举 经过一个激活函数 那原因是因为 所以在我们第三节讲的时候 那你知道呢 这个激活函数呢 其实我们可以做改变的 我们不一定要用线性的 例如说 我们假如用一个东西叫做sigmoid function的话 那事实上的激活函数 假如经过一个sigmoid function的话 那事实上那个东西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那个逻辑师回归 logistic regression 好那你假如说你对深度学习很熟的话 你就发现说 其实深度学习呢 基本上又在做这种事情 就是呢 我们就是把所有的解释变数呢 前面乘一个系数之后 然后乘起来呢 就得到一个summission 那我们都经过一个非线性函数的转换 那那个非线性函数呢 就可以看你要取什么东西 例如说你可以取sigmoid function 你可以取review 或liquidreview等等 或什么switch等等之类的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似乎就可以把这堆data呢 非线性的那些部分 就把它给萃取出来 所以呢 在深度学习里面呢 也是一堆变数呢 经过线性组合之后 然后呢 就会让它呢 经过一个非线性函数的转换 那就会得到一个结果 只是呢 今天它每一层呢 就有很多神经元 然后它又有很多层 那基本上呢 每一次呢 所线性组合的东西 其实都是要经过一个非线性函数 来转换 那试图去萃取 这堆data里面的 非线性的那些资讯 那些资讯 所以呢 这个纪模函数呢 的概念呢 是还蛮重要的 那当然呢 在我们这边里面呢 这纪模函数呢 看起来有点可笑 因为呢 它就是一个线性 一个线性 所以啊 感觉上可有可无啊 但是放在这边呢 其实有点帮助 因为等到我们第三章的时候呢 假如说我们还是要用这种 物件导向的方式呢 来继续探讨下去的话 我们其实只要改激活函数 就可以了 就是原来的那个 那个程式就可以继续使用下去了 所以这就是呢 为什么这边要加一个 线性的激活函数 然后看起来根本好像加跟不加 是没什么不同的 那的确 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是没什么不同的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就是 每个点呢 放进来 我们就得到每个点的 这个Net Input 然后 我们就把 每个点所得到的 这个Net Input 跟它的标准答案 Y 那它标准答案呢 现在不是1就是-1 去相比 所以100个点丢进来 我们就得到 100个点的 这个Submission的结 就是那个Input的结果 就是每个点的 Input的结果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 每个点呢 它跟它标准答案呢 相减之后 然后平方呢 去取加总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一个A入 事实上呢 就是在算什么呢 就是在算 我们呢 丢100个点进来 然后呢 这个Submission呢 其实就是这个Y hat的概念 然后呢 每个点都有它的标准答案 所以呢 Y减到Y hat平方之后 加总 我们就是呢 得到一个值 好 那这个值呢 假如 我们觉得不满意的话 那现在呢 我们就必须回去呢 再去更新我们的参数 那更新的方法 就是用T度下降的方法来做 好 那这里呢 可就可能呢 做了好几次好几次 那假如说呢 今天这个J的值呢 已经低到一个 你可以满意的地步了 或者是呢 你当初就是设定呢 这个程序呢 就要做 比如说500次好了 那 就做500次 那 就做完之后 那我们呢 就 把这些 W呢 就已经估计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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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最后 就是再把每一个点 它的解释变数 乘以呢 我们最后所得到的 这个W的值 乘完之后呢 假如大于0呢 我们就给它正1 那 小于0就给它-1 这就是我们的output 好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介绍的 基本上就是引进了一个 cost function 然后我们去极小化 cost function 那这是跟percentral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percentral呢 其实那个概念上的那种 那种极小化 function 基本上数学上不能微分 所以会非常难做 但是呢 我们这边就是引进了一个 还蛮好微分的目标函数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介绍的事情 好 那什么东西呢 那叫做梯度下降 那这里呢 我又要去做一下自我的引用了 那我录了一系列的那个深度学习的影片 前今呢 有一部影片 事实上就是在介绍梯度下降的 所以呢 在那个地方 我有把 我有用python的做一些数字的例子呢 让你去看 那因此呢 你假如等一下听不懂的话呢 看那个数字的例子呢 或许你会 或许你会比较有印象一点 好 所以就是呢 这个第十部影片这边 基于梯度的最似化 那我会把连结放在下面 好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这边就讲 就讲概念就好了 那我们假设呢 这个 蓝色线呢就是目标函数啦 所以呢目标函数呢 最 像这个目标函数表现也很好 它呢只有一个相对极小点 而这个相对极小点 而这个相对极小点 事实上就是痊愈的极小点 好 那我们就是呢 希望最后我们可以呢 到达这一点 于是呢 我们就先随便的给 这些w呢 一些起始值 那例如说呢 我们给w一堆起始值之后 那我们就算呢 在这堆起始值之下呢 cos function呢 到底是多少 那假设呢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好所以我们现在就位于这一点 好那我也决定切点之后呢 我们知道这一点 其实离这个最低点呢 还蛮远的啦 所以我们就必须呢 要去更新我们的w 但是呢 到底怎么去做更新呢 于是呢 我们就决定了 在这边做一个切线 那这个切线协率呢 通常就叫做t度啦 那当然呢 t度通常是在讲说 你假如解释变数很多的话 那每个方向呢 的切线协率呢 所形成的 向量呢 就叫做t度 但是呢 假如说你只有一个变数的话呢 其实t度 基本上就是切线协率啊 好 那我们就发现呢 这个地方切线协率是正的 那切线协率正的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说 w假如增加的话 其实目标函数是会增加的 可是呢 其实我们现在要让目标减少啊 所以呢 就代表说我们w w假如减少的话 那因为它t度是正的嘛 所以就代表说 在这个方向里面呢 w跟jw呢 它是同方向的 所以只要我们把w减少 那这个jw呢 就会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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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概念上来讲呢 我们可能就会去想说 我们的这些w呢 每次要去更新的时候 那对每一个方向的w更新值呢 那要怎么做呢 其实就好像是呢 把这个j 也就是目标函数呢 我们就是对这个方向呢 的w呢 去做微分 去做微分 那最为分之后呢 就得到这个切线斜率 那我们前面呢 会乘一个学习的速率了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有这斜率之后 那到底呢 要跨多 步场到底要跨多大 要跨多大 因为你知道呢 斜率然后呢 乘以一个lanta呢 感觉好像就是呢 你今天这个横走呢 要移动多少 那这样的话呢 那就可以得到呢 纵走会移动多少 所以这个lanta呢 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就是我们每次呢 要去更新这w呢 我们想要跨的那个步法 到底要多大 那太大会出问题 太小呢 就是训练很慢就对了 好 可是呢 这样子还没有结束哦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说呢 这个斜率假如是正的话 其实呢 dataw呢 应该是要负的 也就是说w 其实是必须要减少的 那学习速率呢 通常我们都是给它是正号啦 那我们就说呢 那今天假如这个切线协率是正的话 那应该呢 这个w dataw呢 应该要是负的 所以通常呢 前面我们就会加上一个负号 好那这个概念呢 其实也可以用另外一边来讲 假如说我们现在呢 其实只是在这边的话 那我们这边呢 可以做一个切线协率哦 那做切线协率呢 就发现这切线协率其实是负的 那负的代表什么呢 代表其实呢 S轴跟Y轴呢 它的方向是相反的啦 但是呢 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这个Y轴的 比较小 然后呢 你又说在这个区域呢 S轴的值跟Y轴的值呢 它的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呢 你就必须要让S的值呢 就越大越 就是要让它比较大 那S的值比较大的话呢 Y的值就会下降 这就是呢 协率是负的概念哦 好所以呢 在刚刚这个例子里面呢 假如说你的 你的协率呢 是负的话 然后呢 学习数据呢 通常都是正的嘛 好所以呢 我们就说 当今天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ΔW应该要是正的 所以我们就来验证一下 是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边是一个负号 这边是一个正号 然后前面呢 我们本来就有加一个负号 所以呢 就负负得正 最后ΔW就真的会是一个正值哦 好所以呢 我们有这种T2下降概念之后呢 那我们就知道说 每次W要变动的时候呢 它的更新的那个量 就是更新的那个量 到底要是多少 事实上呢 就是用这条公式来算 那对每一个方向的W呢 都是用这条公式来算 也就是说呢 目标函数对那个方向做微分 然后前面再乘一个学习速率啊 那通常这个学习速率呢 我们会对所有的方向 都给它相同的学习速率 例如说学习速率 假如我们定乘0.001的话 那事实上呢 就是说我们假如有两个解释变数 则这两个解释变数呢 它的学习速率呢 都是0.001哦 那比较少看见说 对不同的轴呢 给它不同的学习速率 因为这样写起程式来呢 会有点麻烦啦 那你知道呢 解释变数角一多的话 那例如说像深度学习里面 解释变数呢 可能多到好几千万个的话 那你不大可能 对每一个方向都去给它 都去给它一个不同的学习速率哦 那因为呢 我们对不同的方向 给的学习速率呢 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就导致呢 如果呢 假如说你今天 两个解释变数 它的尺度差太多了 例如说有个尺度呢 可能是0到1 那有一个尺度 它的尺度是一千到一万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你那个等高线画起来 就发现呢 其它的书密是不一样的 可是呢 因为我们每个方向呢 给它学习速率都是相同的 所以就造成说 它在学习的时候 可能就会先 就某个方向一直来学习 然后另外一个方向呢 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参数值 一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更新 然后直到呢 到某个地步之后 它才会呢 开始去学另外一个方向 更新另外一个方向的W值 那这样可能就不大好 所以呢 通常在技术学习里面呢 你会听到说 我们 比较喜欢呢 把解释变数呢 都做标准化的动作啦 那就是希望呢 那个解释变数呢 画出来的那个等高线呢 至少它的书密呢 会比较一致一点 那这个是等一下 我们会看到的事情 好 那接下来就没有什么了 真的就是数学上去做一下 做一下微分就好了 所以呢 我们就很快的写一下吧 也就是说呢 现在的JW呢 JW呢 JW呢 假如是 我们刚所写的这个sumission 然后呢 sumission 我们就把它叫做 对所有的i值去做好了 也就是呢 到底有几个样本点 然后呢 Yi就是每个点 被估计出来的结果 然后呢 YiHat呢 其实就是每个点呢 被估计出来的结果 然后呢 我们这边就把它 批判之后sumission起来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对里面的 用这个Wj去做 去做微分 那你会说 这里面呢 其实没有所谓的Wj 但是你不要忘记 这个YiHat里面呢 事实上是有什么呢 事实上是有W0 然后乘以X0 然后再加上呢 W1乘以X1 然后呢 一直加一直加 然后假设呢 有M隔 有M隔 解释变数好了 那就是呢 事实上就是Wm 然后呢 Xm 所以这其实呢 你今天要对哪个W去做偏微分呢 是都找得到的 因为它就是在这里面 那通常呢 我们知道呢 今天假如说 你是对Wj去做微分的话 例如说我们现在呢 决定这个J 然后呢 就去对Wj去做微分的话 那这个2呢 其实会搬下来 那2搬下来的话呢 这里就会 跑一个2出来 其实还蛮讨厌的 所以呢 通常呢 我们前面就先把它乘以1分之1 那这样的话呢 等一下 再对Wj去做微分的话呢 那这一个2 这个抓下来的时候呢 跟 跟这个1分之1呢 刚好就会 就会 抵消掉 好 那换下说乘起来就会等于1就对了 好 所以呢 剩下的就是 微积分的事情 这也没有什么 所以呢 我们就 对Wj去做微分 所以这个等 整个东西2搬下来 就跟1分之1相乘就变成1 所以里面呢 这一块其实就是原来的这一块 那现在呢 2次方就变成一次方 好 好 那因为呢 我们是对Wj去做微分 所以那这里还要再乘一个负的 xj xj 因为Wj呢 是乘以xj的 但是呢 因为前面有个负号 所以呢 我们对Wj做微分的话 所得到的呢 就是这里还要再乘一个负的xj 使用 好 那我们最后就可以得到一个结果 就是那 我们刚看到说 那data呢 Wj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负的学习速率 然后乘以刚刚的这一块 乘以刚刚的这一块 乘以刚刚的这一块 就把它抓下来 好所以最后得出来的结果呢 其实就是 就是 etata 然后乘以呢 summation的 所有的样本点呢 都要把它抓过来 然后呢 后面就是乘以 所有的样本点 它的 d这一个方向的 解释变数的值 那你就发现呢 因为定义这边有一个负号 然后呢 我们刚刚呢 在做 这一对Wj微分的时候 这有个负号 所以复复就得正了 所以最后这里呢 就没有负号了 就变成就是一个 etata 然后乘以呢 summation的 后面这一项 好所以呢 你会发现说 我们只要把这个东西 写到程式里面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但是呢 这要特别注意一点 就是说 你现在假如有 100个值的话 那因为这有个summation 所以就说呢 这100个点呢 全部都要看过一次 都要看 都要全部看过 那这样的话呢 才对所有的方向的 Wj都更新一次 也就是说呢 今天这个参数呢 它什么时候 它会怎样被更新呢 就是我们所有的点呢 全部都要把它抓进来 然后带进这个公式 然后算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各个方向呢 这个Wj 必须要调整的幅度是多少 那这样的话呢 所有方向的Wj呢 就会被更新一次 所以其实 有时候想起来还蛮累的啦 因为呢 你假如说你有100万个点的话 那你是不是呢 要100万个点 全部都看过之后 才更新一次参数呢 那你假如说 参数要更新100次的话 那你就要 把这100万个点呢 就看100次了 其实还蛮辛苦的 所以后来就会发展出 所谓的随机梯度下降 那就是说 我们呢 不要所有的点都看过 才来更新一次参数 我们就每个点抓进来呢 就更新一次参数 每个点抓起来 就更新一次参数 那个东西就是所谓的SGD 就是Stochastic Gradient Distance 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 好 所以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 剩下的就是写程式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就来讲一下吧 那同样的呢 我们还是用物件导向的方式来写 所以首先先定一个类别 那我们就把这个类别叫做 Ada L-I-N-E-G-D 那事实上呢 就是Adaptive Linear Gradient Design的简写 那我第一次在看那个技艺学习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好多的简称 就叫做Ada Ada 什么 那就想说 这些搞志工的或数学的人 都觉得大家很笨嘛 都要把这个东西叫做Ada 例如说 在深度学习里面呢 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 什么 有一个Gradient 还有什么Ada Gradient之类的 其实我比较熟悉的还是 还是那个 RMS Plunker跟Aden 所以事实上还有很多啦 但是很多呢 其实都是Ada什么 Ada什么 例如说Ada Gradient 这种 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出 为什么叫Ada Ada 后来终于知道 原来Ada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适应性的意思 Adaptive 感觉上就是 我今天在学习的时候 我就是去 去调整我这个参数 使它慢慢适应 这个目标函数 然后可以找到这个目标函数的最低点 好不管怎样呢 我们就定一个class 叫做Ada Linear Gradient Design 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就后面就写个object 那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只是定一个类别 那你今天呢 假如说要去启动这类别的话 你就必须要丢一个实例 丢个instance进来 那实际上 就是做一个类似 类似起始化的动作 就可以去引用它下面所定义的一些属性 或者是方法 那关于这个 物件程式导向的写法呢 我们在上一部影片呢 有讲过 那个地方呢 有给大家一个连结 就是我在上次录 那个Python for Finance 的时候 曾经有两部影片 有讲过 简单的这种 所谓的物件导向的程式设计 那我们有请大家去看 但是呢 它的基本上架构就是呢 我对一个class 命了一个不错的名称之后 然后接下来呢 就会有所谓的constructor 就是所谓的建构值 然后呢 再接下来呢 就是定义一大堆的messor 一大堆的方法 好 所以整个盖架构呢 我们上两部影片说过 在讲那个percentual的时候讲过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讲的比较快一点 好 所以刚开始呢 这个建构值呢 我们就把它写DEF 然后就是两个底线 INIT 然后再两个底线 那这个self呢 你可以把它想成 如果等一下呢 我们把这个Ada Linear Valien 定成某个名称的话 那事实上呢 就是给这个class里面 丢一个实例进去 那 又说等一下 我们会丢Ada1 Ada2 进去 则呢 你就可以把Ada1 Ada2 想成就是self 所以今天丢一个Ada1 进来之后 那事实上呢 它就可以去用Ada1.etat Ada1.niteration Ada1.randomState 等等 所以呢 你看看self点什么 也不用太 觉得奇怪 基本上 这个class只是一个抽象的定义 那你真正呢 是必须要去丢一个实例进来的 那丢一个实例进来之后呢 它就可以开始启用 它在这个constructor里面所定义的这些属性 好 那我们就说呢 我们首先就先给 Ita和 Iteration的number 还有 这个randomState 先给它一些预设值 那就是让人家呢 假如都不去指定这些值的数字的时候呢 就会用我们的预设值 好 所以呢 学习数据5 我们就预设0.01 然后呢 这整个Iteration就要做50次 那randomState 我们讲过就是呢 固定某个 伪乱数的种子 那这样的话呢 你做的结果跟 作者给你看的数的结果 就会是一样的 虽然你们两个都在抽乱数 可是你们抽到乱数都会是一样的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给它的起始值 然后下面呢就是定义 我们这个丢一个实例进来之后呢 它会得到了哪些的属性 所以就会得到点义它 .nIteration.randomState 好那下面呢就是去定义 一些的 method 一些的方法 好所以 首先呢就定义 fit 就是fit 那这个fit 在定义的时候你就发现 它就必须要把解释变数 和被解释变数 全部把它放进来 那这parameter呢 我们在讲percentral的时候呢 也讲过 所以这些都说过了 好但是呢 在说这个.fit之前呢 因为它里面很多的东西 都必须要用到下面的 下面所定义的其他的 method 所以呢 我们可能把下面的 method 看了之后 那再回头看这个.fit的部分呢 会比较容易看得懂 好所以呢 我们先看下面这个 method 它就定义一个东西 叫做NetInput 那NetInput呢 就是我们刚刚这个图里面 这一个每个解释变数 前面乘个系数之后 summation的结果就叫做NetInput 外面在打大雷 让我越来越紧张了 哈哈哈 因为我记得以前 我在大学的宿舍的时候 那应该是很久以前了 然后也是下午打雷的时候 那一打雷之后呢 我的电脑就突然运着很慢 然后就荡掉 就死翘翘了 哈哈哈 可能有枪大电流 突然跑过去了 好吧 我们继续吧 好所以呢 它就定一个NetInput 所以NetInput呢 你从这图来看呢 其实就是每个解释变数 前面乘以那些被估计的参数 加总的结果 这个东西就叫做NetInput 好那你呢 必须要把这个解释变数丢进去啊 那我们在讲Percentual的时候呢 前面讲过这个东西在干嘛呢 其实就是把 除了拮据向的W之外 然后剩下的W呢 跟这个X呢 去做DOT 去做那个DOT相成 然后呢 拮据向的部分呢 因为它事实上是乘以1 乘以1 所以呢 其实就直接加上 那个拮据向的W就可以了 好 所以呢 NetInput 其实就是得到什么 就是得到我们刚刚这个图 的这个Submission 好那接下来呢 它又定义一个东西 叫做Attivation 那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Attivation 其实是虚晃一招而已啦 它其实就是一个线性的 Attivation function 所以呢 它告诉你说 你把X丢进来 我就回传给你X 换句话说你丢什么进来 我就回传同样的东西给你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刚刚讲过了 因为在这里看起来 是没有什么用处 可是之后呢 我们只要改变这个激活函数呢 就可以得到非常多不同的分类器 好那再来呢 就是Predict Predict 那Predict呢 就是今天我们估计出来 新的W之后 我们想要知道呢 每个点 它被预测的结果 好所以呢 你看它其实呢 就是用个NumPi.Way 那NumPi.Way 就很像是Excel里面的If 所以呢 Excel里面的If 就是说我们得先写条件 然后条件成立之后呢 就做后面这件事情 那条件不成立呢 那就做后面的这件事情 好所以呢 我们就说今天呢 我们刚刚从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 所得到的结果 那我们到底丢什么东西进去呢 我们其实是丢NetInput进去 Activation function 那我们刚刚讲过了 你丢什么东西进去 我们现在的Activation function 根本就是线性的 所以你丢什么东西进去呢 就得到什么结果 所以呢 我们就说我们现在丢到 丢NetInput进去 然后呢 进去Activation function之后 所得到出来的结果 其实就是NetInput的它自己啊 但是呢 NetInput呢 我们刚刚有讲过 它呢 事实上就是这个Summation 就Summation 好那我们就说呢 在我们最后 我们估计出来的参数之下呢 我们每一个点呢 它Summation出来的结果 假如大于0的话 我们就赋予它正义的值 那假如呢 小于0的话呢 我们就赋予它负予的值 好 所以这个 跟 我们在讲Percentual的时候呢 定义几乎都相同 除了多一个 那个激活函数之外 不然其实上面这个 跟最下面这个 事实上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回头来看一下呢 这里有一个 Fit的定义 好那这个Fit的定义呢 我们就看 它首先呢 我们先在numpy.random.randomState里面呢 然后就呼叫我们刚刚所预设的 这个randomState 那换句话说呢 就是我们先 把这个随机的种子 随机的sit 把它固定下来 固定下来呢 固定下来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rgen 那rgen.normal 这条式子在做什么呢 其实就是要 要给 那个 我们要估计的那些参数 起始值 那这个我们在讲Percentual 就已经讲过了 基本上呢 我们给它的起始值呢 就是希望 在常态分配里面去抽乱数 然后呢 在一个 期望值是0 标准差是0.01的常态分配 去抽乱数 那到底要抽几个乱数呢 那抽的几个乱数 个数就是1 再加上呢 X的Ship 编号1的那个值 好 那X的Ship呢 假如说我们延续之前 我们就讲那个鸢尾花的话 那我们呢 是拿100个样本出来 然后呢 我们总共有 两个解释变数 所以呢 我们现在的例子呢 X 事实上呢 它的Ship就是100 2 那100呢 编号0的数字 2是编号1的数字 所以呢 这个XShip1 其实呢 指的就是2 在我们这例子里面就是2 然后呢 2加1其实就是3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必须呢 要抽出3个乱数出来 那你可能就会说 为什么要3个呢 那你不要忘记 我们现在呢 有2个解释变数 所以呢 要估计W1跟W2 但是呢 我们还有一个拮据项啊 所以呢 我们还要再估计W0 所以就是呢 要有3个参数需要估计 我们就从前面所讲的 这一个常态分配里面 去抽3个乱数出来 好 那接下来呢 它就把这个save.cost呢 也把它 也把它令出啊 也就是说呢 这个save.w 跟save.cost呢 基本上它也是什么 它也是我们等一下 丢一个instance进来之后 那它呢 它可以使用的属性 那为什么呢 它没有被定义在这个 运算字里面呢 那其实你要去定义一个 一个save的点什么点什么 其实不一定要全部定义 在这个运算字里面 那事实上呢 你也可以呢 写写写程式写到后面呢 那你假如有需要的话呢 再去把它定义出来 好 所以为什么要去把 每次所 每次看完 例如说每次看完100个样本之后 那它的cost function的值 要把它记录下来呢 因为它等一下呢 要画一个类似这样子的图 就是说呢 我到底看了几次 所有的样本 然后呢 我看了第一次的所有样本之后 我得到的那个 square arrow的加总值是多少 它想要把这个 每次每次学习的时候 然后这个目标函数呢 它的值 就把它给记录下 所以它就记录在这个 cost底线的这个 空空的list里面 那等一下呢 就是每跑一次 也就是每看完100个数之后 我们就会得到 看完这次之后呢 然后呢 估计出新的参数 然后在这个新的参数之下呢 所有的点它的 square arrow的sum是多少 那就把它依序的 慢慢丢进来 这个空集合里面 这个集合里面 好 这个没有什么 那也就是说呢 其实在我们percentral里面呢 这边我们是放什么 是放Araw 换句话说 我们想要知道呢 在学习过程之中呢 到底有多少个点被分类错误啊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们想记录的呢 是每次学习的时候 那那个cost function的值呢 有没有慢慢的下降 好 那接下来呢 就开始写一个回圈呢 那这个回圈呢 就说 for an in range 然后self.niteration 那niteration呢 我们预设是50啊 所以呢 就这个意思都说 for an in range 50 那代表 i呢就是0 1 2 3 4 一直到49 那终究呢 还是看了50次了 好 那我们就说呢 self.net input x 就是把它叫做net input 那其实呢 什么东西叫self.net input x 不就是我们刚刚所看见的吗 也就是刚刚这个summation 这个summation 好所以呢 这个summation呢 我们现在给它定一个名称呢 就叫做net input 好 然后呢 这个net input呢 我们要经过的激活函数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图 经过的激活函数 所以呢 他这边就说 我们就把这个net input 就把它丢到这个self.activation 那所得出来的结果就叫做output 但是呢 你会知道我们 你应该知道 我们现在的那个激活函数 基本上是线性的 所以其实呢 你丢什么东西进去 就得到同样的结果 同样的结果 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我们现在激活函数是一条线性的 所以呢 你今天把net input丢进来 基本上还是得到相同的 那个net input的值 那作者他在下面的这些大段字给你看的 就是说看起来这好像是多此一举 但是呢 的确是有用的 因为呢 我们之后在探讨的时候 只要把激活函数改一改 它就可以产生出很多不同的分类器 好 所以什么东西叫做output呢 其实output就是每一个点在现在估计出来的参数之下的结果 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就是我们刚刚在推导的时候的y hat 就是每个点在我们现在估计出来的这一条线上的所得到的估计结果 这事实上就是output 好所以什么东西叫Araw呢 Araw不就是每个点的标准答案剪掉它被估计出来的字吗 所以就是呢 yi剪掉yi hat 这事实上就是Araw嘛 就是Araws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干嘛呢 我们就是希望去把每一个 每一个点呢 它的Araw 就是我这个关号里面没写的东西 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一项 其实就是Araw 我们希望把每一个点呢 它的Araw 我乘以呢 每一个点 它 现在我们有兴趣知道的第几个变数的那个变数 第几个解释变数的变数值 相乘之后把它给加重起来 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就看它怎么去写 那当然呢 做完之后呢 我们还希望呢 前面再乘个Ata 所以呢 他这边就说 Ata先乘某个东西 但是呢 你发现这后面到底是什么 那其实呢 就是大X 然后点T其实就是做转字 然后呢 Dot Araws 所以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大X是什么 那我们呢 在这个现在的冤委画的例子呢 我们的大X呢 它的Shape就是100乘以2 也就是说我们有100个样本 然后每个样本有两个解释变数 然后每个样本有两个解释变数 所以呢今天大X呢 Transpose之后呢 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2乘100 就2乘100 换句话说呢 它的结果就是第一列呢 就是这100个样本的第一个解释变数 第二列呢 就是这100个样本的第二个解释变数 好 然后呢 我们就说这个X的转字呢 要跟Araw呢 去做内积 那这个Araw呢 在Python里面呢 其实它是一个一尾的向量 那这个Araw 你就会把它想成呢 它好像就是一个一尾的向量 所以今天它里面呢 就有100个数 每个数都是什么呢 每个数都是 每个点的标准答案 剪掉它被预估出来的Y值 好 所以呢 当这样子写的时候呢 X转字DartAraw 它在做什么呢 它事实上就会把X转字的第一列 跟这个Araw 这一列呢 做内积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这边所写的 也就是呢 我今天把每个点的Araw 然后呢 都去乘以每个点呢 它的解释变数的值 对 这个解释变数来讲 好 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X转字之后的第一列 就是第一个解释变数 所以我们就把每个点的解释变数的值 去跟它每个点的Araw 去做内积 那不就是在算这一项吗 好 那因为我们有两个解释变数 所以呢 我们就用矩阵方式来写 所以呢 今天X转字呢 它的Ship是200 然后呢 今天这个Araw 我还是把它写一下Araw好了 那这个Araw呢 它的Ship呢 其实就是100 然后 逗号 括号 它是一个一维的正列 所以这两个东西呢 做了内积之后呢 其实就是得到2 逗点的结果 那实际上就是 这两个解释变数 这因为我们有两个 有两个解释变数嘛 所以呢 它最后得到的结果 就是一个一维的正列 里面只有两个元素 这个是很正常的 好 那前面在乘以Ata呢 这整个东西就是在算什么呢 就是在算 算这一块了 因为Ata沉进去 然后呢 刚刚那个 X转字 Dact Araw 就在算后面这一块 好 所以事实上整个东西 就是在算 这一块 好那这里呢 就说 对于呢 W1跟W2呢 我们怎么去更新呢 所以呢 例如说 举W1来讲好了 那这个写法就是说 我们现在呢 W的那个向量里面呢 那我们就从 从那个 编号1开始 那因为编号0是拮据 所以我们就从编号1开始 就是 对第一个解释变数 前面所成的那个参数 好 然后呢 就是我们现在两个解释变数 所以基本上呢 这里就是一个 向量 然后里面有两个值 一个就是W1 一个就是W2 然后呢 它就做向量的运算 就是向量化 囊排的向量化运算 所以呢 每一个W呢 就加等于其实就是 自己等于自己 再加上后面这一项的意思 这个 我们上一部影片有讲过 好 所以说呢 今天假如你是W1的话 则呢 新的W1呢 基本上就等于 旧的W1 再加上后面这一项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 W1 其实呢 新的W1事实上就是 旧的W1再加上 它这次要改变的量 那要改变的量呢 不就是 这一项吗 所以呢 这样子写就没什么问题了 好 那关于拮据像的那个 参数怎么去更新呢 那拮据像的参数呢 基本上它的更新 式子呢 也是等于这一条 这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呢 因为拮据像呢 它的每个解释变数的值 都是1 全部都是1 那这个又 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在讲Percentual的时候 那张图片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结局下呢 这个S0呢 基本上就全部都装1进去 然后呢 这个W0呢 就是一个 类似一个 要被估计的一个门槛值 好 所以呢 假如说你今天 要算这项的时候 结果呢 你每一个点的Arrow 乘的都是1 然后把它加总起来 那基本上就是每个Arrow的加总嘛 好 所以呢 我们就看一下怎么写 他就说呢 结局像那个W0 就等于结局像那个W0 再加上后面这一项 那这一项是什么呢 就是Eta 乘以所有的结局像加总 所以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好 那 我们呢 就可以 我们事实上呢 这两行就是把那个 系数全部都更新了 要估计的参数全部都更新了 那接下来呢 就是记录 我们的Cost function的值到是多少 那我们刚刚不是已经算出每个点的Arrow吗 所以呢 我们就把Arrow平方 再把它给加总起来 然后除以2 所以呢 我们的目标函数呢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去定义它 好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是Cost 叫做Cost 好 那 这个Cost呢 我们就决定把它丢到上面这个 空空的Cost里面去 那 当然呢 丢进去一个之后 它就不是空空的啦 但是呢 我们每次跑完一轮呢 就会丢 这一轮的Cost进去 所以呢 我们就写Cost.append 然后呢 丢什么东西进去呢 就是丢 这一次所得到的Cost进去 好 这个就是呢 这个 这个 適应系线性神经元 用OOP的程式写作方式来做的结果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要去画一下图喔 不过我可能需要暂停一下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是8月30号 就8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啊 那 假如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呢 其实我 有 我在台股的投资呢 基本上就是做定期定值的投资啊 那定期定值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呢 我就要开始自我推销一下我的频道了 我的频道了 那我频道里面呢 一个定期定值的事情 那基本上我在台湾现在 台股就是有两个定期定值在跑 那一个呢就是25811月的第三个礼拜三 一个就是25811月的最后的交易日 所以我必须要去买0050的 因为现在是1.24分 那从1.25分就先停止戳合 然后就只有收单而已 所以我现在要去买几张0050 我觉得算一下好像好像 我月底这个做的是比较小的 应该是要买4张吧 所以可能录到一半 必须要先去下单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继续录 那我们就先暂停在这里吧 好我回来了啊 怎么感觉好像每次要买的时候 价格就那几天就会涨呢 好吧那 那当然这只是幻觉而已啊 有时候也是会叠的 好那我们已经把 这个适应性的线性神经元的程式写好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跑看看吧 于是呢我们要跑两个例子 那第一个例子呢 ETA是用0.01 这是一个还蛮大的学习速率 那另外一个呢 ETA就是用0.0001 这是一个比较小的学习速率 好那我们就要画这两个例子的结果 因此呢我们就用PLT.subplot 这个事实上就是画子图的意思啊 子图就是大图的孩子就叫做子 子图 sub就是一个子 子或者是次的意思 比较次要或者是比较小的意思啊 那例如说呢 substate就是子集合啊 subspace就是子空间啊 那subway呢其实就是子录啊 就是孔子的学生 他的英文名字啊 好那我们看一下呢 这个PLT.subplot呢 那你要画很多子图喔 所以你就指定一下说 我这个子图呢到底是要 画几个raw 几个column的图 那因为呢我们想要画出来的图 长成这个样子喔 这事实上就是一个raw 两个column 所以呢我们就写 number of road 等于1 number of column 就等于2 然后呢整个图形呢 the size就是10跟4 10事实上呢就是 宽10英寸喔 高就是 4英寸 就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Python还蛮有趣的 有时候 啊有些东西写在前面呢 代表的是 歪走 有些东西写在前面呢 代表却是s走的资讯喔 那例如说 编号0的走呢 就是在二维里面就是歪走 编号1呢就是x走 但是呢 在写这个图形的大小时候 那通常呢 放进去的呢 第一个都要放x走的资讯 例如说我这边 宽就是10英寸 然后高就是4英寸 所以还蛮有趣的 好 那通常呢 这样做出来之后呢 里面就会有一个看板 就有一个画板 空空的画板 那就叫FIG 然后呢还会有AX AX事实上是什么呢 就是这两个图呢 所需要的那个数字呢 它的阵列呢 都已经 的那个空间都已经 把你开好了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喔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喔 好那因为我们现在里面就是 它是一个 弱等于1卡2等于2的样子 所以里面呢AX呢 它事实上只有两个元素啦 那它就是类似像一个一维的 正列一样喔 也就是说你今天这个指图呢 你只要开4个的话喔 那事实上呢 每个图它的AX呢 到底是摆在 它每个图的资讯 到底是摆在AX哪边呢 事实上就是跟你在做这个 切片是一样的 看你是在编号多少的RAW 编号多少的蓝 那你的那些数字的资讯 就是藏在AX的 编号多少列 编号多少列 然后冒号编号多少蓝 里面喔 那因为呢 我们现在画的图呢 其实就是类似一个RAW 两个column 所以它这个AX里面呢 其实就只有 两个元素而已啊 那一个就是编号0 一个就是编号1 就像好像是一个一维的阵列一样 AX里面的东西 实上就好像摆成像一维的阵列一样 好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是把刚刚的那个class叫出来 然后我们就丢一个实例进去吧 丢一个instance进去 那我们就把它秘密叫做 Ada1 Ada1 所以丢进去之后呢 其实这个Ada1呢 它就拥有了什么呢 它就拥有了 点ETA 点INITERATION 点RandomState 然后呢 点FIT 点NetInput 点Activation 点Predict 这个东西它就附有这些能力 这事实上呢 就是在一个抽象的class里面呢 丢一个实例进去 这个东西通常就叫做实例化 好 那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物件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class呢 把它扣出来 然后我们就让它跑10次就好了 那Ada呢 就设0.01 换句话说你假如不喜欢呢 我们当初设这个预设值的话 你就自己写喜欢的预设值 那甚至其实呢 你写的值呢 跟原来这个程式给你的预设值是一样 也没什么关系啦 就是你好像自己比较 比较谨慎再多写一次就对了 好 所以呢 这Ada就设0.01 然后它跑10次 然后我们就点fit 换句话说呢 就这整个东西呢 其实点fit 它就会去call 刚刚那class里面的这个 点fit的这一个 这个master的这个方法 好 那我们就 就开始画图吧 所以呢 AXD呢 代表的就是 我们现在要画左边 左边的这个图 那它的讯息呢 全部都是 都是跟那个 就是我们都把它叫做是Ada1 好 所以呢 我们就AXD呢 点plot 那点plot呢 就是画线图啦 所以呢 你就必须呢 要把S轴坐标写下去 Y轴坐标写下去 那事实上呢 你也可以不写S轴坐标 你就写Y轴坐标就好了 这时候S轴坐标呢 就会从0.12.34 开始 把你编码下去 但是呢 Python都从0开始的 那这个作者不喜欢呢 我们明明是在跑第一次 跑第一轮 但是呢 看到的却是0 他不喜欢这样子 所以通常呢 他都喜欢这个S轴坐标呢 就自己写 自己写 所以呢 他就写Range1 然后呢 到那个Ada1.cost的长度加上1 所以呢 Range1 其实就代表说 这个S轴坐标 就会从1开始 那Ada1.cost 到底是什么呢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不是有定一个 Safe.cost的底线吗 然后呢 它本来是一个空空的list 但是呢 我们渐渐的就丢东西进去 那到底丢了几次呢 那就看刚刚这个回圈到底做了几次嘛 那我们刚刚这个回圈呢 是for i in range save an iteration 那我们现在呢 Iteration呢是设十 所以事实上呢 就是for i in range 十 i就等于0到9 所以就做十次 所以呢 这个save.cost里面呢 就有10个元素 所以它的长度就是10 那10加1呢 就是11 所以这里呢 Range1 11 其实就代表 1 2 3 4 一直到10的意思啦 因为呢 我们知道 后面这个数呢 其实是我们第一个不要的数 所以呢 后面这数是11 它到10就停下来了 好 这是S轴坐标 那Y轴坐标呢 就没有什么 就是把刚刚呢 存在那个.cost的底线里面的东西 抓出来就对了 但是呢 显然这个例子里面呢 它的这个.cost呢 也就是它的那个目标函数值呢 好像会挺大的 换掉说它没有收链 它反而发散 大道呢 这个作者觉得呢 必须要去把它取个 以死为基底的log 那才会呢 纵轴的数字才不会大到很可怕 那等一下我们会讲说 为什么它会发散 这么的夸张 好 所以你要知道呢 这个Ada1呢 我们的纵轴事实上是 它的目标函数值 也就是loss function呢 去被取了以死为基底的log 好 那这个mark呢 就是o 就换掉说呢 就是每一个点 就用o 就用o来讲 来标注 好 那slabel就是x轴的名称 那Y轴名称呢 你看它是sum square arrow 然后就取log 而且是以死为基底的log 好 那这个图的title呢 就是Ada9 然后learningrate就是0.01 好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Ada2 Ada2呢 它的e它就是0.0001 所以那下面其实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呢 今天它的Y轴的数字呢 真的就是它的loss function的值 并没有去取什么log之类的 好 所以这段程式我们就不解释了 好 那我们看呢 我们这个执行完之后 就变成这么可怕的事情 那你要知道左边这个Ada1呢 纵轴的数字是10 代表是10的十次方 因为它当初去是取 以死为基底的log 所以你假如说 一个数呢被取log 而且是以死为基底的话 得到的结果叫10 得到的结果是10 那代表它原来数字10的十次方 所以你看10的十次方 10的15次方 10的20次方 所以事实上呢 它这个目标函数 也就是loss function 不大没有一直缩小 而且还反而变大 好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认队 要小一点的话 那随着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之中 三十个Ada1呢 是真的有渐渐的变小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为什么有时候 在学习的时候 反而呢 这个目标函数呢 就是loss function呢 它的值没有变小 而是一直在变大 那有可能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Ada呢 这个步法实在是 跨得太大了 那我们想象一下 看右边这个例子 就说你本来其实点在这边 你就做一条切线 然后那我们就说 你下次呢 这个W的变动值 变动值呢 是多少 就是呢 这个切线乘以lanta 再加个负号嘛 结果呢 你现在这个切线协计算出来了 结果你乘的lanta是很大的 所以导致于呢 你的W必须要减少很多 减少很多的话呢 你新的W在这边 对上去你的目标函数值就在这里 好 然后呢 你在这里呢 又做了一条切线 然后呢 做了这条切线之后呢 然后再乘以一个学习数率 那假如说你学习数率呢 又取得太大 然后再加个负号之后 应该说乘个负号之后呢 结果呢 下次你要W增加的值呢 可能高达这么多 所以你新的W值又到这边 所以呢 目标函数值呢 没有变小 反而变大了 好 结果就很有可能 你的学习数率其实都是蛮大的 因此每次在调整这W呢 调整的值都很大 因此你就发现说 你的目标函数值呢 不但没有减少 而且呢 都一直在上升 这个就是步伐跨的太大 那你就会说 那我步伐跨慢一点可以吗 当然可以啦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就看呢 你假如说每次这个斜率算出来 然后你就乘一个很小很小的学习数率 例如说我们 右边这边乘以0.0001的话 那这样的话呢 代表说每次W变动的量呢 其实是很小很小的 你就慢慢训练慢慢训练慢慢训练 那或许它就有机会呢 真的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相对绩效值 好 但是呢 这个学习数率那种太小的话 那么一个缺点就是 有时候训练的时候会慢到你无法忍受的地步 因为每次跨的步伐总是太小 所以呢 有些人 例如说在深度学习里面呢 就会去研究说 那这个学习数率呢 要不要让它做一些变动等等 所以就有非常多的那个atimeral 就是优化器 好 但是大家可以知道说 为什么左边这个ada1呢 它的目标函数值呢 是越来越大的 有可能就是让学习数率真的太大了 然后呢 右边这边学习数率比较小一点呢 那目标函数值呢 就渐渐的变小了 好 那课本呢 的例子到这边就结束了 然后呢 接下来它就要告诉你说 嗯 有时候呢 我们希望这个解释变数呢 它的尺度能够比较一致一点 但是呢 我后面这里呢 自己加了很多个东西进去啦 就是说我就很好奇呢 嗯 虽然我们这个lant 设0.001 好像每次训练的时候呢 它这个 嗯 都是方形的值越来越小 但是它到底 减少的速度 有没有很快呢 那我们都知道呢 其实嗯 嗯 这种训练方式就是这个 所谓的嗯 适应适应线性神经验的方法 假如说呢 你今天慢慢训练慢慢训练 而且你的目标函数呢 一直在减少的话 终究就会收敛到我们所熟悉的 最小平方法的结果嘛 所以呢我就决定说 既然呢 最小平方法做起来也不是很困难啊 那我们呢 就来看看到底 这个Ada2学的如何吧 所以呢 我现在就有兴趣呢 去把那个Ada2呢 那两个解释变数 就是跟花二场 还有花半场有关的解释变数 把它叫出完 那这个常在什么地方呢 就常在Ada2.w一横 然后你就做切片 你就去取编号1 直到编号最后 那其实呢 就是我们刚刚所写的 嗯 这个程式哦 因为呢我们现在丢进一个实例进去 丢进一个instance进去 Ada2进去 所以呢 那个Ada2呢 就拥有了Ada2.eta Ada2.initerator 他也拥有了Ada2.w底线啊 那Ada2.w底线 其实呢 我们就可以做切片了 所以呢 你今天就是 把编号1跟编号2叫出来 这个就是跟 那两个花二场和花半场有关 然后你也可以把编号0叫出来 那事实上就是拮据哦 好吧 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叫出来看看 我们就会发现 哎 他这两个跟花二场 花半场有关 估计出来的那个参数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拮据项估计出来是这样 好 那我们呢就可以看一下 他的这个 Loss function的值是多少 那这个并不困难 因为呢我们知道 Loss function的值呢 是存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存在 serve.cost的底线嘛 那因为我们现在丢进去的 instance是Ada2 所以呢 你就只要写Ada2.cost的底线 就可以知道 他这十次的iteration 每一次的那个loss function是多少 但是呢 这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啊 就是因为 因为当初我们的这个cost function呢 他呢 他在算的时候呢 是把所有的a如果平方加总 有除以2 有除以2 那就是希望微分的时候呢 不要每次都出现一个2 很讨厌 但是呢最小平方法呢 他的那个 min 他的那个 a如果平方的sum呢 是没有除以2的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恢复成没有除以2的样子 因此呢 我们就把 就把Ada2.cost叫出来 然后呢 叫出来呢 他会放在一个list里面 那放在list里面呢 你就没有办法用 numPi的相量化运算去做啊 你没有办法 把它里面每个数都乘以2 因为假如说 你直接就把 Ada2.cost乘以2的话 他就会把那十个数字呢 再把它复制一遍给你看 因为呢 毕竟它是一个list 它不是一个array 好所以呢 啊 我们就把这个Ada2.cost呢 先把它放到array 让它变成正列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有numPi的相量化预算去做 那我们就把里面每个数都乘以2 好 所以做出来的结果呢 你就发现他第一轮第二轮 一直到第十轮 他的那个loss function的值大概是81.24 其实跟我们上面这地方呢 看到第十轮呢 这个值大概40几 是蛮一致的 因为40几呢 41乘以2大概就是82左右 所以是还蛮一致的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就想就把这个资讯呢 都丢到最小平方法里面去做就对了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 我们现在x到底是什么 那不要忘记 我们这个例子是继承上上部影片 其实整个第二章的影片 都应该要一起看 或者看了这一部 就不晓得前面讲了些什么故事 那我们呢 现在这个例子呢 其实是在冤尾花数据集里面呢 挑出两种花 那每种花呢 各50个样本 所以呢 总共100个样本 然后呢 边缘花数据集 本来有四个解释变数 但是我们只挑出两个解释变数 一个就是花二长 一个是花半长 好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的x 那我们就抓前五笔来看 所以这个x呢 本来应该是100乘以2的 那我们就看前五笔 所以呢 这个就是编号0的蓝 编号1的蓝 也就是花二长 跟花半长 然后呢总共100个beta 好 那你假如学过初筒的话 你就知道呢 其实最小平方法 这个beta cat呢 它的公式就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你 其实我们这边也不用用到公式 我们就直接在numpi 用它套件去做就好了 只是呢 今天在做最小平方法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大x呢 假如说你要加拮据项的话呢 必须要做点加工 怎么加工呢 就是我们要把拮据项呢 所成的那个1 12341的1呢 这一栏把它给创造出来 换加说呢 我们希望想在这前面呢 编号0的那一栏呢 再创造出一栏全部都是1的 好 那这怎么做呢 这个并不困难啦 你就创造出一个 全部都是1的正列 所以就是numpi.1 但是呢 到底要创造出多少的1呢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x到底有多长 像这个x的长度是100 所以呢 我们就是创造出100个1 可是这100个1呢 其实它是一个一维的正列 那我们现在呢 想要把它变成是二维的正列 这样才可以跟这个x呢 去做合并 去做合并 所以呢 嗯 我们就必须要把它reshape 要把这个全部都是1的东西 把它reshape reshape成什么呢 reshape成它是一个二维的样子 而且呢 它的列数就是跟这个x的长度是一样的 也就是x的列数 然后呢 它的栏就是只有一栏而已 好 所以这样子做的话呢 它就会得到全部都是1的一个二维的正列 好 然后呢 那我就用一个numpy.hStack h实际上就是水平的意思啦 那我就说呢 我现在两个东西要水平合并 最左边是放什么呢 就是放这个东西 也就是全部都是1的一个向量 然后最右边呢 就是放原来的x 好所以呢 我们就把前五笔交出来看看了 就发现果然没有错 我们就把这个拮据下能力栏1全部都放进去了 好 那这里呢 我就用一个numpy.linear algebra里面的一个套件 就是numpy.linalg.list square 我们就可以来看看它到底在做什么事 它说呢 其实里面就放a跟b进去 那它就会做一个类似线性方程组的东西 ax加b 事实上这个a是一个矩阵 那b是一个向量 然后呢 这个线性方程组不一定会有解 因为我们知道呢 线性方程组其实不一定会有解 所以没有解的话呢 它就会去把这个b的向量 去对ax这一个平面去做投影 那你不要你不用你只要听不懂就算了 总而言之呢 就是说一个线性方程组 假如没有解的话呢 我们可以求出近似解 那换句话说呢 就是把这个b的向量呢 把它投影到x的向量空间里面去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这个x就找得到答案了 那其实呢 这种做垂直投影呢 那就是最小平方法 几何上的意义 那这个地方扯的有点远 总而言之 你就记住呢 你假如要用这个numpy.linear lg.list square 这个套件来做的话 这个指令来做的话呢 那你的重点就是前面要把x的矩阵放进去 然后呢 后面要把y的向量放进去就好了 你就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 好 那它会return什么东西呢 它会return第一个就是编号0的位置 就是x 事实上就是return b 也就是呢 我们做最小平方法所估计出来的那些参数 然后呢它也会return residual 那这边告诉你说 我就是return sum of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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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residual 的square 所以它是一个tool norm 一个那个oG里的空间的tool norm 那事实上呢 就是它会return reC9平方的加轴 好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因此我们懂了这些就好了 于是呢 我刚刚呢 所创造出来的这个多了一栏的 这个1的矩阵呢 因为我不想把原来的x给盖掉 所以呢 我就x写个底线 好 所以呢我现在呢 就是把s底线的矩阵放进去 然后呢 把这个y也放进去 然后呢 就请他去帮我做一个 做一个什么 就做一个那个 最小平方法 然后呢 我希望得到它的return 它的结果 它结果我希望得到 编号0的结果 跟编号1的结果 所以呢 我就做切片 我就写0冒号2 那编号0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就是估计出来的那些参数 然后编号1的结果就是什么 就是 arrow的square的加重 好所以呢 我们就发现 我们的参数呢 拮据相其实是-0.704 刚刚呢 用这种很慢的训练方式 拮据相是正的0.0052 其实好像差蛮远的 好然后呢 第一个解释变数的 那个 的那个乘的数是-0.27 这个是最小平方法结果 然后用这种慢慢训练 T2下降的话 是-0.02 其实也差蛮远的 然后第二个解释变数的 最小平方法是-0.7719 然后用T2下降的方式训练是-0.094 事实上也蛮远的 但是呢 其实看这些参数呢 之外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它的那个-sum of square error 所以我们刚刚算出呢 我们训练了10次之后 那这个T2下降的方式训练出来的-0.02 是81.24 可是呢 这个最小平方法它-0.02 算出来呢 那个-0.02 -0.02 的最小值 这个事实上是绝对是几小值 因为呢 最小平方法那个目标按数 其实表现的非常良好 所以它只有一个-0.02 相对的最小值 事实上也是痊愈的最小值 这是公司可以算出来的 其实是会低到-0.08 -0.08 那你就发现说 哇我刚刚呢慢慢训练 看到呢这个-0.02 的值慢慢下降很开心 结果想不到呢 训练10次之后呢 它的值还有多少呢 还有81点多 可是呢 事实上它最后会往-0.08 所以就知道 你假如训练这么慢的话 其实需要训练很久的 要训练很久 好那除了要训练很久之后 还有没有其他方式使用 它可以训练快一点 而且呢 这个-0.02 又可以 比较快的往 最小平方法的这个-0.08 值去靠近呢 那这就是下面要讲的 我们似乎可以先把这个解释变数呢 的尺度先把它给标准化 好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说吧 我又回来了 这次不是要看悟事情 而是呢 好像忘了说一件事 那就是呢 在这个影片大概12分50秒的时候呢 我曾经说过说 今天假如Y4间断变数的话 例如说在这个例子里面 在这个适应性线性神经元的例子里面 Y4-1跟1 那假如说Y4间断变数的话呢 其实用最小平方法来估计 并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 那一个原因呢 我在影片中已经说过了 那另外一个原因呢 我是说因为呢 今天最小平方法的那个损失函数呢 那假如说你外式间断变数的话 其实在训练起来呢 会有点的麻烦 因为呢他的梯度不是很大 那我说呢 这个在台大的李鸿逸老师的投影片里面有讲 那我会去找连结给你们看 结果呢我好像忘了找连结了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找一下连结吧 那我们就到Google里面去哦 然后打入李鸿逸老师 那事实上呢我常常把他的名字打错 但是都可以找到 嗯正确的地方哦 就是说好像不应该叫做这个红才对 不过Google每次都帮我选这个红 然后我就会找到正确的正确的网址 好所以呢就李鸿逸老师这边就按下去哦 那这里有一个课程你就按下去 那因为呢像这种嗯 比较早期的经济学习呢 其实对嗯 台大学生来讲呢 根本已经变成是必须要自修的 上课都不大上了 因为这个领域呢 现在是翻新的太快了 所以你假如说你看一下2019年的这个课程的话 那像这个嗯 嗯 那个gradient descent 或者是呢 logistic regression 这边他就一次给你link 就是一大堆那个啊 video的link 然后叫你呢 放假的时候呢 请你自己去看吧 所以呢在这边找不到 我们就找呢 比较早期的 例如说呢 我们就找啊这个2017年秋 然后我们巡人你这边哦 好所以呢啊 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嗯 cresification 然后logistic regression 这边呢有一个啊 pdf 还有一个video 那你就把它给按下去 按下去里面啊 应该是在投影片最后几页 那他有去比较了一下说 假如你损失函数呢 是用啊 像最小平方法那种miss square error的方式来做的话 其实呢那个梯度都不是很大啦 所以在训练的时候呢 会碰到一些困难哦 那这也就是呢啊 在logistic regression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的损失函数呢 通常就是用所谓的cross entropy 就是用交叉商哦 而不用mse来做 那因为这是啊 李老师的通影片 我就啊 不方便按下去了 那就请大家啊 啊去看一下这个pdf4 那里面大概就讲了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外角是间断变数的话 其实呢损失函数啊 射成最小平方法的miss square error呢 来做的话 其实训练上呢啊不大方便 所以啊理论上 外角是间断变数的话啊 用最小平方法来做 或者是今天训练的时候呢 把损失函数设成像 最小平方法的那种 min square error的形式呢 其实都不是太好吧 都不是太好 那最好还是用logistic regression 那你可能会说 这个logistic regression 跟linear regression 不都是regration吗 其实不是这样啊 那个linear regression 是真的在做回归哦 那logistic regression 事实上 虽然名字叫regration 可是其实它是在做分类 它是在做分类 专门是应付那种 why呢 可能是间断变数的例子 好吗 那我们这个影片呢 就多补充这一点哦